你怎么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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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你 今天让你跟江村 好好聊聊 可是你跟他说 你们俩不熟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看到他平安回来 我就放心了 那我想什么呢 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你这哭呢还是笑呢 你是打算跟这个江村 老死不相往来了 是不是 以后在江村面前 不要提起我 我在江家发生的一切 也要瞒着他 为什么呀 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忘记了过去 才能重新开始 对我也一样 不知 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你就是现在想离开 想退出 对不对 反正江村回来了 现在能帮助他的人 也不少你一个 是不是 他身边有你就够了 我有的时候真为他高兴 他身边有你这么好的朋友 真是他的福气 你 你这是说你呢 还是说我呢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 我之前给过江村 一份亲自鉴定 他跟博二的 不知道他放哪儿了 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然后给江叔叔 你还做过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我特别担心他 那现在呢 现在没资格了 记住了 一定要把这份亲自鉴定 给江叔叔 走了 哎 手怎么了 伤着了 没事 一点想伤 会不会感染啊 要不要去医院呢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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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还有用 还有用 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改行做你的经理呢 我觉得你还是当董事长的前脸 别别 大家别拍别拍别拍 别拍 干吗 哎 这不是以前拍得挺好的吗 这样 就这样 那就用爱来交换 你又没像我一样 我猜你也舍不得放我 落眼里 即便你是江太太 你也有权利去做 你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拍完之后 可以让你开心 我不再拒绝 谁还不行 你就来超狂 你这个老婆 还是日本人 包括你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哥 大家都 nhất 心的灵魂得更快 那就用爱来交换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我告诉你你很吃的拉肚 你可别让我拉 我才会呢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小的灿烂 苦的夸张 女生日的爱 这外星人也解决不了地球人的烦恼呀 陪人睡吧 那就用爱来交换 那就用爱来 交换 准备好了吗 公司的人都在等你 你强迫我寄这些资料 我还是没有底 我觉得我应付不来 一切都太陌生了 相信自己一定行的 这个项目你盯了一年多了 不能说放弃就放弃 真是奇怪了 我怎么面对你的时候不觉得陌生呢 算我没有白疼你 这些年 我安前骂后的 我干了多少活 算你有良知 谢谢 谢谢 加油 一会儿见到张总跟人好好说 张总好 你好 记忆恢复得不错啊 哥 你怎么来了 你看看你 领带都挤歪了 是吗 来 我帮你调整一下 每次都这样不注意 好了 这样多帅气啊 我最近总是想起 想起秦阳素的 但我又不确定是不是知道 不会是后知吧 人家在临海 你在秦岛 八百年见不着一面 上回你失踪的时候 人家来找你 是因为秦阳素担心你 是替人家姐姐着想 哥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然忙完这段时间 出去散散心吧 妈 亲自建立安排了吗 不是都已经做过了吗 干嘛还要再做一次啊 再做一次 是 双保险 哥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然忙完这段时间 出去散散心吧 嗯 我哥不会真的想起来霍之吧 他要是想起来霍之 可怎么办呢 咱们啊 尊重霍之的意思 能不提就不提 有缘无分的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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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住今天了 把我们家住 就是二哥 你告诉我吧 我给你们吧 阿姨怎么来找我 江村 我劝你直男而退 你不是江家的亲生孩子 做亲子鉴定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留在江家 不就是为了财产吗 可是你用这种方式 跟博儿争你会一败涂地的 怎么您这么担心 我亲子鉴定的事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到时候难堪的是你 其实 把过去忘记了又多好啊 你这么折腾 你会想起很多 非常不愉快的经历的 你知道吗 我是江村 没有人可以 夺走一个人的记忆 所以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还是在亲子鉴定之前 跟爸说这实话吧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实话 那好 只 这样吧 要知道啊 我以前失去一切了 我不在意再失去什么 所以就算爸不做 这个亲子鉴定 我江村也依然会做 我们走的路不对吧 不是要去做亲子鉴定吗 我都安排好了 爸医师通知我 选医院做亲子鉴定 我们现在去试医院 可是我都安排好了呀 换一下吧 今天听见不懂 喂 小雅 找我什么事啊 我都安排好了 江村跟江爸终于都亲子鉴定了 什么时候出结果 猜好了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是这么地相信你把一切所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 结果你居然骗我 澄 ind silicone 房秘书把这份亲子报告交给我的时候 当时我還以为我弄错 可是后来我才想明白 我终于想明白 你从一开始 你就打算卸害江村 是 我就是打算害江村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有人一直在害我 三十年了 江建国三十年了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我经历了 什么样的痛苦 折磨绝望和崩溃吗 你 妈 你把我一辈子都毁了你 我现在只是为了我女儿 多悔她应该得到的一切 我有什么错 我一早我就告诉过你 你如果你愿意离开的话 你随随都可以离开 我不会阻拦 是你自己你不愿意离开 是你给了我希望 是你跟我说你跟你太太 关系不好 是你说她在外面 有别的男人 我一次一次地安慰你 之后你说你离不开我 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 因为你 我把我一生的职业不要了 我 我把我打好前程都不要了 我拼了命地给你 剩下了女儿 看看你怎么对我 怎么对伯儿的 你甚至都不敢承认 伯儿是你的亲生女 姐 终于跟你跟我在一起了 第一天开始你就知道了 我有妻子 我有儿子 我从来也没骗过你 我更没有强迫过你 你要求我 你太可笑了吧 江青光 你一句话 你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脱已写掉了你 你从一开始 就把结果都想好了是吗 是 是 是我错了 是我有缘无助 还是你 是我看见你在婚姻里面 那么痛苦温馨等你 我想给你安慰 给你温暖 给你爱 给你一个家 太天真了 我甚至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 你要去取代你太太的位置 直到你太太去世 我才发现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我 就见过三十年呀 三十年的青春 三十年的金玉李虾 日出负责 都没能换来你一死一毫的 抱着就算感动了 你是什么样的电视新长啊 好 你把一切都留给江崔的时候吗 你想一想过 想过伯儿吗 没有 所以我才要把 把属于伯儿的一切 我要亲手夺回来 想见过世 你别成这样的 我 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你把我逼成一个疯子 逼成一个魔鬼 你知道我要够恨死你吗 我恨死你 你瞧 你换了我的药 给我下针 让我昏迷 这些我都可以动着 不知道 但是 你不可以侮辱他 你不可以侮辱他 我不许你侮辱他 我这一辈子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后悔 我误会了他心里还有别的人 一直以至于让他最后含恨而存 所以现在 我不许任何人诋毁他 我诋毁我们的儿子 你知道吗 我不许你诋毁他 爸 你说什么 是他害的你昏迷不幸是吗 我醒来以后啊 你是很仔细把这 我昏迷的原因告诉我 能够轻而易去做到这件事情呢 你只有我认为死了一生 暗力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狠毒 你为什么这么狠毒 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为什么 我 你别叫我 你别叫我 你不配 我要报警 我要让你为你所做的 一切都付出代价 不管怎么说 那是你的亲生的母亲 那不是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 我宁可一辈子都没有妈妈 那你满意了吧 你满意了吗 你没想上 我 你 disabled 你 克养 突然 我 我们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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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问你一句 你当时为什么要生下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 讨厌齐铃熊吗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想 靠着怀孕 姑姑在江家的位置 但是我跟她 有一点不一样不二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 你还那么小 你 眼睛黑黑地看着我 我一下子我就崩溃了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我这辈子 只为你活 伯儿 不管我受了这个世界上 什么样的苦 我都在所不惜 只要你幸福 伯儿 你后悔了 我这辈子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只有这件事我不后悔 就是生了你 你怎么可以 我心里 会在哪里 可 magazine 那是什么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我相信我 你相信我 你什么时候心里 真正月亮 给我打电话 我不会 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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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春啊 嗯 你 看你爸吗 我也不知道啊 也许以前恨吧 不过现在想想啊 其实也不算一件坏事 你这个性格跟你妈一样啊 你妈从来没恨过谁啊 是今生的话 干杯 谢谢你了小雅 别谢谢王院长 我明天就要启程去面试了 嗯 干 唉 江春回来了 你又要走 你说你正来去的 我帮你吐什么 江春是个好人 值得帮助呗 再说了 他跟我姐也算是 素妻一场 唉 我们也算是家人了 家人当然应该帮助了 行行行 他是你家人 我是外人好吧 来 给你送行 面试一定赢 谁说你是外人了 你可是比我亲人 还要亲一百倍的家人 干杯 干杯 看我这个 你怎么还要管哪儿哪儿啊 你都在做四十世上 在上上心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好老的太陽啊 特別的毒 你一個女孩子家 連個防曬也不備 來出門帶著她 她也沒有辦法意識 你怎麼知道 我沒有防曬啊 我在小劉亞 跟你收收行李的時候 發現的 你肯定是跟老闆娘 穿通好的 要不你怎麼能提前 給我收收行李呢 姑娘 開始死大了 了 arkadaşlar 好好好 你現在看一看 浩子 对不起 我认识人吧 没关系 波儿 爸 姜婆婆 姜婆婆 谢谢你妈 谢谢 谢谢波儿 都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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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玩儿我们就出去了啊 好 波儿 我们相处 走失了 好 拜拜 待会儿要来啊 待会儿要来啊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啊 嗯 爸 要嫁人了 有点紧张 紧张 紧张啊 紧张没关系 我马上把这个婚礼取消 不用嫁了就没事 你敢 你大不中留啊 波儿 这几年呢 委屈你了 爸太自私了 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啊 你看这一眨眼 我就要嫁人了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爸 过去的事情 都让它过去吧 我真的 真的很庆幸 等到您的女儿 那你放心 就算我嫁出去 我也还是您的伯儿 你还要是 你还要是 陈颖生欺负你了 记得找爸爸你老仇 干吗找爸 你这当哥的干吗呢 要是找爸的话 这事还有点商量 要是找我 那你可别忘了 不过我才不帮你修理他 我回头帮你修理了他 你掉头来 马上就帮着他修理我 爸 你看我哥 别逗了 别逗了 吴儿 典礼完之后 你就是陈太太了 你以后做什么事情 不可以那么任性 凡事 都要替别人多想一想 删对你的公婆 然后做好陈家的媳妇 别给爸丢脸 我知道了 爸 爹 那我时间快到了 爸去准备一下 待会儿 待会儿我就把你死了 准备一遍 好 来 好 来 我去见 波尔 波尔 这件东西是安安依托给你的 波尔 我不想要那个人的东西 你可以原谅爸 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 其实这些年来 他除了让你叫他妈之外 能为你做的他都做了 他希望你能带着这个长命所 步入到你的婚姻殿堂 也算是他作为母亲的一份祝福 话我说到这儿 要还是不要 你说就算 不过不要哭 亲娘子的不许哭泥子 一会儿见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接下来 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美丽的新娘姜果儿 在父亲的陪伴下 幸福地入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 将来还是永远 无论是一帆风顺 还是艰难险阻 我陈临生在此民室 我愿意一生 都陪在你姜果儿身边 孤立不齐 我肖不蛮在此民室 无论贫穷 还是富有 无论健康 还是疾病 无论逆境还是顺境 我都是你的妻子 一生不忍不忌 歌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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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